美国目前是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 死亡病例也排在全球第一的国家 那不过就算疫情当前 一向语出惊人的总统特朗普啊 又把白宫记者会当成他的个人政治脱口秀现场了 还闹出大笑话 那当时候特朗普在记者会上 也突然好像医疗专家上身啊 表现到自己对新冠肺炎很有研究似的 除了公开建议专家们寻找利用强光 或者是紫外线照射人体的方法 来对抗新冠病毒之外 他甚至还公开提议说 他说既然消毒剂可以在一分钟内消灭病毒 那要不要在人体体内注射一些消毒剂 来清洗肺部去对抗体内的病毒呢 那你没有听错 堂堂一个总统竟然说出这样的言论 那自然就引起了各界人事炮轰 连负责生产消毒剂还有消毒喷雾的清洁用品公司 也纷纷跳出来做出反驳 强调在任何情况下 都千万千万不能在人体内注射或者服用消毒剂 那除此之外 全球卫生政策专家吉普塔 也批评特朗普这样的想法呢 是很不负责任的 而且也非常危险 分分钟会闹出人命的 因为有些人真的牢牢记住 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 也把他的话当真 那不过面对自己这一番注射消毒剂 杀死病毒的言论 特朗普在一天之后也改口 说当时候自己只是在对媒体做出嘲讽 并没有鼓励美国人这么做 那就连白宫新闻秘书也跳出来护主 指责是媒体扭曲了特朗普的言论 不负责任的制造头条新闻 负面新闻 那真的是媒体错误诠释特朗普的话吗 我们来听听特朗普 他当时候是怎么说的 特朗普对于自己提出 往人体注射消毒剂对抗病毒的言论 似乎沾沾自喜 非常感兴趣 虽然此话一出引起各界炮轰 不过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圆桌办公室 回答记者提问时 却突然改口说 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当时只想对媒体冷嘲热讽一番 知道自己闹出大笑话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虽然事后已经改口澄清 说自己当时候只是在和记者讲冷笑话 但没过多久 特朗普又在同一场记者会上 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他念念不忘 不断推荐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他说自己不久前和宏都拉斯总统 埃尔南德斯就通过了电话 在通话当中对方告诉他 宏都拉斯政府正在使用一种抢绿葵 去治疗瘧疾的药物 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他说结果非常有效 简单来说除了说出注射消毒剂 可以杀死新冠病毒的奇葩言论之外 特朗普也不管专业意见 就算众多科学实验结果都还没有出炉 他就不断对外宣称 这种抗虐疾的药物是疫情的救星 特朗普在上个月3月19号的记者会上 提出使用抗虐疾药物对抗疫情的几个小时之后 有药剂专家指出 不少医生开始为自己跟家人准备抢绿葵 导致药品供应短缺 也有不少病人要求自己的医生 听从特朗普推荐的治疗方式 为他们提供抢绿葵药物 不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昨天发表声明指出 他们留意到很多新冠肺炎病人 服用抢绿葵之后呢 都出现严重的心脏问题 包括心律不正常 心事性心跳过速 甚至有病人服用之后死亡等等 那声明中还提到 如果把抢绿葵这种抗虐疾药物 跟抗生素混合使用的话 那患有心脏还有肾病的病人 接受这些药物治疗之后 心脏风险可能会增加 没有科学论据的过度吹捧一项药物呢 恐怕会引来更大的灾难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